Miko牛乳茶 跑男来了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段来自现场的独家华诗 我想让这个小猎豹跟我们的苏炳天奥运冠军 我看见母游这个必要了 来一场小小的热身表演赛 你这个样子万一苏炳天苏 苏炳天 万一苏炳天苏了 来一下来一下 来一下来一下 完全不要留面子 甩得越远越好 来 不败 朋友们 一 二 三 三 啥 你在这搞笑的吗 苏老师差点被你弄腿 我就紧张了 你正好一 你得有节奏 一二跑好不好 好 准备 一 二 跑 这个起步速度厉害了 但是凯凯 我负责任的说 云天他刚刚真的很留面子 他是在一直在减速 一直在减速 就是起跑在减速 好 真的很给面子 我愿意挑战一下 我们立定跳远 好不好 谁想挑战 我们一起我陪你 来 好 我也来 来准备好朋友们 哥准备 一 没有助跑 没有助跑 你得以赞 四 要不你出去 一 二 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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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那里 超哥加油 超过我 可以 对 超哥跟我一样 我告诉你腿长没有用 我必须要给兄弟团点赞 他们居然敢向冠军挑战 太有勇气了 勇于挑战 一直就是咱们兄弟团的风格 面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学子 他们也不太怕了 挑完冠军挑学霸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讲知识吧 一答到底答题规则 在场内有ABC三个选项区 答题时每队根据自己的选择 占尽相应的选项区 打错一题淘汰一半的队员 打错两题则全队淘汰 在智力互动大比拼之前 先让我们请出拉拉队队员 为所有队伍加加油 一答到底准备开始 一答到底准备开始 请看第一题 我个人建议 一个学校派一个代表就可以了 你觉得 选择结束 选择结束 好 换下一题 很明显 大家都答对了 我们进行第二题 大家在原地先进行商量 这咋商量 这全都听见了 接下来请看第二题 我给大家多久 天呐 天呐 太多了 这不在我眼里是乱码 我再见 不玩了 这是啥 嗨 我的朋友 我朋友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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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个家 有很多人 我来看都看不完你算出来了 你做过这道题吗 没有啊算出来了 完全这么快就算出来了 加数来的 第一个你记A对吧 中间你记一个就是M是13 后面你记一个比如说T是20 然后你每一次看到一个 就会离你三个中间加一点 你就不你不用每次都ABC 你记一个比如说M是13 你还在干什么 你们想听得懂吗 我们想尝试一下 就像Baby Baby在电视前站得最久 倒计时10秒 一人算一个选项 好 请选择 来吧 选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跟着学霸就好 我们最后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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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错误的选项是 C 好 金三篮 请看 我觉得大多数人舔不到自己的手 我舔不到 我舔不到 我就在做什么 我舔不到 我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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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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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B上眼睛能走直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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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只有人类是唯一可以脸红的动物 应该有很多 我觉得是B 肯定是B 时间到 以下说法 错误的是绝大多数人 闭上眼睛能走直线 请看下一道题目 不 这谁知道 这是什么 我好 我 不多 我这算吗 百肚子 我跟你说这题这么出一定是所有人都可以 不可能 你可以吗 你听我说因为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办法统计 所以一定是100% 这个是你们专业吗 是咱专业吗 生物科学 咱行不行这个 谁 真的吗 真的 他们说谁 好厉害 好厉害 来吧 你到我们这边来吧 我跟你说这题这么出一定是所有人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人太少了你那边朋友 好厉害 这要是错了 要是错了 每个人跪拜我好不好 好 好 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你们能找到这样的题目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有百分之 三十的人可以放大缩小自己的鼻孔 华 滑跪 gegenüber 好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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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请看下一道题 什么 倒计时30秒 好 这个太难了 是AK了 你自己来过程 走了 他又知道 对的是对的 选个冷门吗 我感觉是闭眼 好 这样听我的吧 蒙一个就闭好不好 真的 蒙一个 我觉得我们对题还是有判断的 不叫蒙 你看你这个样子 你的判断在哪里 现在公布最后答案 应该有的图案是 C 好 好 大黑牛 就是你 我下场 我先下 把脑子留在场上 把体能拿下去 陈贺 你就是念咱们几个下 我没问题 你信我 我可以 加油 好 请看下一道题目 什么 玻璃维亚 这个真不懂 我们这样想吧 哪个跟中国建交比较好 对 有没有任何跟中国有关系的 倒计十 十 毛里求斯是跟马尔代夫蛮近的 不像 比如说马尔代夫上面就有很多中国的建的东西 不用想 一定是C 一定是C 毛里求斯是为超哥拍戏的那种 C得拍戏 因为我们真的待了那么久 没有任何人 没有人曾经讲过这个事情 因为有的话肯定地培 或者是导人会讲 就告诉你了 玻璃维亚有一点可能 玻璃维亚共和国 好像和中国有点关系 看一下 超哥 你不要让他再添加乱的信息了 我觉得C 一定是C 请选择 不 我去过 你相信我 相信我 相信我 你相信我 相信我 相信我 那就坚信自己 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以下有一个国家货币上有华人的头像 这个国家是 毛里求斯 这也可以 你去过 你说没有 你去过 什么用 oger 迎 outside surprise 18 星囧 对 跟大家解释一下 被印在毛里求斯货币上的华人叫朱梅林 在毛里求斯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刻 号召自己的同行们积极配合政府化解危机 1998年 在新版毛利求斯纸币中 25元的纸币采用了他的头像 25元 超哥 你没用过25块的 请看下一道题目 中国的纸币是什么 你的人产地在中国 我知道了 大头不是 是 黄瓜以前叫胡瓜 所以它是来自西域那一块的 棉花呢 棉花不是中国的 如果你让我选我觉得是大豆 我也觉得是 你有看到外国有大豆的历史 或者吃的菜吗 没有什么菜是大豆的 但是他们年轻人不一定知道这个事情 这就是大豆也不是 大豆也不是 大豆也不是 请选择 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追到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大豆 B 大豆 B 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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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大没白活 奔大 奔大没白活 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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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一大批的迷妹了 不过我还是喜欢Angela baby 多一点点 因为她的最后那道题的时候呢 是分析的头头似的 简直就是机智小姐姐呀 那你今天有的开心呢 因为这个机智小姐姐呢 马上就要给大家出题了 大家可以打开淘宝天猫APP 搜活力开跑 参与互动答题 拿现金红包 所以手机准备好了吗 曹哥开始吧 打开淘宝天猫APP 搜活力开跑 赢现金红包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郑凯 哈喽 大家好 我是Angela baby 今天我们的互动问答 将围绕龙舟比赛展开 你准备好了吗 只要你看过跑男 可跑男来了 这些问题你都会回答 好 那第一题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和来自世界一流的高校 学霸龙舟代表队 一起参加节目 请问在这些高校中 有一所高校的校徽和龙舟 有紧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所学校是 A 剑桥大学龙舟代表队 B 冬济大学龙舟代表队 C 麻省理工龙舟代表队 我还看你 除了这个问题明显是放水啊 会吗 看过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 我觉得很难啊 我觉得一定要很仔细地观察那个校徽 现在有网络大家可以一针一针截下来看 那这一题的答案看来是很简单了 从名字上就可以分析出 就是我们的B 同济大学龙舟代表队 它的校徽就是一个前进的龙舟 象征着历史严格的进程 三人划龙舟招式三人承重 同舟共济 向着一流目标奋力拼搏 好 那下一题 提到华龙舟 大家一定会想到端午节 请问下列哪个选项 是端午节传统的习俗 太简单了 A 吃包子 B 吃粽子 C 吃饺子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科普一点小知识 端午节最为大家熟知的传统肯定是赛龙舟 而2009年9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核 并批准中国端午节 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移的节日 好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相信每个人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 端午节就要吃粽子 你答对没有呢 好 好 那下一题 经过短短两天的华龙舟训练 兄弟们由林开始取得了飞速的进步 这其中除了兄弟团的努力之外 还有五位嘉宾的加入 也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 请问在这五位嘉宾中 谁是跳高运动员 A 五大镜 B 张国伟 C 苏炳天 到底是谁呢 对 我觉得这道题 真的也是很送分的一道题 对吧 大家看节目就知道了 从身高上就能看出来 对吧 跳高的嘛 肯定知道长得最高的嘛 没错 答案就是B 张国伟 张国伟在节目里 是非常地放飞自我 他的标志性动作 撒欢 但是他训练的时候还是非常地努力 非常地刻苦的 好 第四题 请问 如果水面上发生地震 人先感受到上下动 还是左右动 A 上下动 B 左右动 C 一起动 这个有点难 这个有点难 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个实验 就把水珠放在音响上 就是你在音响上 先铺一层塑料纸 你把水放上去 一点点水就可以 然后把音响开到最大的声音 就是它蹦蹦蹦的时候 你会发现水珠你在跳跃 是吧 对了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A 上下动 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地震波有横波和纵波 横波是不能通过液体的介质 传播的 所以在地震发生时 水上只能感受到上下震动 好 第五题 今天我和亚洲飞人苏炳天 两个人一起进行了 短跑的赛跑 那苏炳天也是在 今年的2月6号 以6秒43的成绩 夺得了国际田连世界 室内巡回赛的男子 60米的冠军 恭喜苏炳天 同时也刷新了亚洲的记录 那么问题来了 苏炳天是哪里人 A 福建人 B 广东人 C 广西人 在节目里你们应该有听到苏炳天 和谁在聊天呢 谁呢 当然是说广东话的了 广东话 广东话 你懂得说吗 我广东话挺好的 真的吗 对了 你说两句听一下 广东你 你 想不想吃饭 你 你吃饱没 好吧 对 好 那么正确的答案就是 B 广东人 苏炳天是广东人 好了 那今天的问答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继续看我们的奔跑吧 还有跑男来了 再见 欢迎继续收看 Miko牛乳茶 跑男来了 Miko牛乳茶 这滋味谁不爱 跑男来了 由Miko牛乳茶冠名播出 本栏目由战略合作伙伴 天猫活力赢 我是活力 再度播出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 就要结束了 下周同一时间 记得锁定跑男来了 记得打开淘宝天猫APP 搜活力开跑 就有机会赢取现金红包 是的 各位 一边呢 您看可以收看我们的精彩独家花絮 另外一边还可以互动 答题拿红包 所以下周晚不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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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